全家五口陸續確診 以為唯獨自己沒染疫 台北市218號公車司機精傳確診 但連學醫的市長柯文哲 都說發病過程太詭異 歷次的PCR檢查都是陰性的 218公車司機案15458的母親 對位出成為全家第一個確診者 隨後同住家人5人陸續確診 這名司機在匡列隔離期間 驗了3次PCR全都是陰性 不但覺得復工沒問題 上工前甚至還打了疫苗 直到要到醫院照顧父親 才發現確診 但確診前傳染性最高的3天 12號到14號他全都有上班 從接觸母親染疫時間算起 公車司機在同住家人染疫 一個半月後才確診 真的沒有被感染 病毒量很低一直測不出來 也許在另外一次機會被感染 到底是一開始沒驗出來 還是二度感染 還有待釐清 但7月12號到14號這3天 他每天上午約5、6點開車 最晚上班上到晚上8點 而且218號公車從北投出發 移入到萬華 中間還會行進捷運站和鬧區 像是劍壇站 台北車站還有西門站 一天載客量甚至高達1500人 這消息可讓民眾心驚驚 尤其誰搭過公車 連匡列都是問題 完蛋了 但會散步世界各地 就買個飲料都沒有跟電影接觸 都要少了 那種空車不要 大公車要不要強制實名制 恐怕市府必須得考慮 但更危險的恐怕是司機的同事們 因為沒跑一趟車 司機就會休息30分鐘 同時就包含吃飯時間 除了家人再度被匡列 親密接觸者就匡了80多人 目前已經有78名同事去篩檢 但也只有34人打了疫苗 吃飯的時候 他周遭的人物的問題 有跟他一起吃飯了你知道 這些同事通通現在都要去居家隔離 公車站還會再做全面清銷 就怕感染再擴大 但也從個案發現 即使三彩因解隔離 甚至打了疫苗 恐怕還是有可能會確診 吃飯還是保護 就隨便幾乎 吃飯 ных 得 焦掉 范 放下 我的 僕